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本赛季的欧冠小组赛已经是全部结束 16强也已经是悉数产生 更加残酷的淘汰赛阶段也将会拉开战务 回首之前几个月的小组赛的争夺 可以说很多精彩的进球 让我们是记忆犹新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再来欣赏一下 都说恶切尔的到来 盘和了银河战舰的前场进攻 欧冠小组赛第五轮 德国人送给粉子马的这一个脚后跟妙传 便是最好的证明 什么叫做脑后掌眼 我们一目灭然 排名第九位的是两个巴西人的完美演出 罗比尼奥如入无人之境的边路突破 罗纳尔丁奥精准的门前一击 在欧塞尔人的地盘上 红黑军团演绎出了最华丽的桑巴武器 排名第八位的进球同样属于一个巴西人巴斯托斯 什么叫做雷霆万军 什么叫利拔山西 来看一下这一小精彩的重炮轰门吧 正所谓重箭无风 大巧不攻 同样是远程发炮 作用俄罗斯小罗之称的日尔科风 更是不慌多让 在缺柄少将的情况下远程莫斯科 蓝军能够全身而退 全仰仗俄罗斯人 这惊艳一击 在法布雷加斯养伤的日子里 纳斯里成为了阿森纳队的中场核心 即在英超联赛当中梅凯尔度之后 法国人又在欧冠小组赛的收官之战当中奉献了这样精彩的进球 当然 此球更让枪手球迷感到不可思议之处在于 一向以中场汉将形象示人的亚历山大宋 竟然有如此细腻的脚法 排名第五位的进球是伯列洛的这条 神来之地 当罗马中锋用这种精巧的方式将提球送进球门的时候 有多少人相信了德尔皮罗的成名之作 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托马斯穆勒 将自己良好的状态带到了新赛季欧冠首人 面对罗马人的诚实 穆勒的这条射门逃似一剑西来 天外飞蟹 如果说南非世界杯捧红的托马斯穆勒 那么本赛季的欧滚小组赛 则让威尔士新飞以贝尔的名字 红透了半天 如此蛮红的毫无道理可言的边路突破 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会由衷的感觉热血沸腾 还有什么是比巴塞罗那更加华丽的足球 还有谁是比李奥内尔梅西更加闪耀的巨星 面对对手的铜墙铁壁 巴萨人的配合好似在自家后花园一般闲停进步 而梅西正是那最后恐怖的终结 在欧冠联赛的众家豪门和各位巨星之中 特拉维夫工人队和扎哈维的名字并不要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给本赛季的欧冠联赛小组赛 留下这样一个精彩绝伦的倒挂机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